這個動作是拍手高抬腿 它是這樣拍 往上拍 然後抬腿 拍 好 再拍 然後至於在抬腿的時候 我們盡量讓我們的腿抬高 就是不要身體這樣 對 我們盡量讓我們的 身體不要彎 身體不要彎 對 拍 不錯 然後再拍 拍 腳尖要壓一下 拍 小魚比較困難 因為它的腿跟它伸起來 腿比較長 腿太長 我要拿好高才可以不彎嗎 還不錯 我下來會一下那個 重心不穩 你下來的控制要好一點 它其實下來的時候 它還是跟核心的控制有關係 這是核心 下來整個都是很 好串 對 就是下來不能夠 不能夠就這樣滴下來 對 你還是要不住 很高 對 再兩次 然後我們要換腳 好 下一次 那個屁股下緣 好 換邊 現在換左腳 左腳抬 下 再一次 每一個都抬 下 再一次 好 好難 對 好 再一次 抬腿 吐氣 下 最後兩次 加油 吐氣 好 最後兩次 GO 吐氣 不錯耶 妳看 好 最後一次 一帆 這位這個動作對妳來講 我覺得這動作很大 七文一群 很簡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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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一抬到太高 我會有點要往後倒 對 而且這裡跟這裡會穿 太長了 其實高的人真的 因為高的人他的四肢很強 所以他的應該說他的靈活度 他的重心會 對 要找一下重心在哪裡這樣 剛剛這個動作也是一邊各十次 對 明白了 我真的會不會跟著她 好 無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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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